如果老板交给干部去办 干部就可以决定一切 甚至于不必经过老板的裁决 请问这个是授权吗 好像是分权吧 老板把某一部分的权 分给某一位干部 老板放得下心吗 万一搞砸了 谁来负责 还不是老板倒霉 所以不是不放心 实在是放不下心 他有权讲这种话 因为这是老板的权利 但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他 干部更不应该逾越这个权限 中国社会有些话只能由老板讲 干部绝对不能讲 有些话别人可以讲 自己最好不要讲 如果您还能够取代他 呢 如果您有权利 请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 350 连做